院長好 新政院長陳建仁來到基隆 參加光明安居社會住宅開工典禮 市長謝國良 內政部長林歐昌 共同祈求工程順利 光明社會住宅總經費25億元 將興建449戶住戶 預計在116年8月完工 還規劃脫嬰中心 設計障礙照顧據點 讓社會住宅提供好宅服務 為了要讓興建的部分 能夠進行得更順利 我們也成立了國家住都中心 剛才的報告裡面也告訴我們說 這一個光明安居算進去的話 到目前為止 有一半以上的興建的社會住宅 實際上是由中央來興建 49%是由地方來興建 那這裡就告訴我們說 當中央地方緩解在一起的時候 互相攜手的時候 那我們就能夠達到很好的目標 所以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 我們的內政部還有國家住宅中心 在所有規劃上所做的努力 還有推動上所做的努力 當然要謝謝我們的地方政府 我們謝謝我們的市政府這邊 在所有相關的配合的部分 也給我們很多的這個協助 那也很感謝在這個過程中提供了 剛剛大家都看到了 給一些特殊孩子 給一些要上學的學齡兒童 更多的空間來安排親子跟社福的需求 那我也特別感謝我們的營造團隊 配合我們基隆市都發柱的政策 在外面放上了綠化的圍裡 這個也是我們全市 現在對於所有的開發案 都統一規定的要求 就是希望做綠化的圍裡的美化 所以我想今天又由院長 親自來開工來主持這個典禮 相信未來的工程跟他的落成 一定都能夠順順利利 大家都知道這個也是國良很重視的 七獨的室內兒童樂園旁的一個所在地 所以相信在完工以後 不管是小家庭還是更多需要的 一些基隆市民一定可以把光明安居 真正可以讓他們居住舒適安全 方便的一個地方 內政部長林佑昌出席動土典禮 強調社會住宅是幾乎合股狼帶 產業發展設計重要的一環 未來中央在金融社宅 目標是規劃一千戶 希望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 那所以除了今天的這個 光明安居的基地之外呢 另外還有三處的這個基地 目前正在規劃當中 那分別會是在信義區跟契魯區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 未來能夠如值如期的來完成 那社會住宅現在是好宅的代名詞 除了使用的相關的一個材料 還有包括運用最新的規劃跟設計的概念 另外我們還會把地方 需要的欠缺的公共服務的這些設施 把它規劃進來 比如說在光明安居的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就把脫嬰中心把它規劃在裡面 所以未來也可以提供45名的小朋友 來做拖嬰的一個服務 來造福更多的年輕的爸爸媽媽 社會住宅是城市進步的一個象徵 也代表永續發展 也回應聯合國SDGS的需求 那我想我們接住小家庭青年 是一個基隆七堵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計畫 我們的社會住宅搭配未來的大眾運輸系統 可以讓七堵打造成一個休閒農業 然後居住親子的一個專門的一個 我們有很良好的腹地 也是一個非常宜居的一個地方 我們未來透過社會住宅的串聯 我想我們這個居住環境可以更好 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新興家庭進來基隆 會改變我們的消費模式 這絕對會是一個進步的象徵 光明安居社會住宅 坐落於七堵明德一路和光明路口 將是基隆第一座社會住宅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我請將精彩自立名稱